对餐具费被刺 时刻一招 众网友直呼痛快 根据白鹿视频的消息 近日大学生小张在吃饭时 遇到餐具收费一员 结账时询问店员 是否能够把餐具带走 店员肯定以后 四人齐齐打包 拎着餐具就回了家 网友纷纷落屏 干了我不敢干的事 这就是魔法打败魔法吗 相信大家都对于餐具费 消毒费等不陌生 仿佛这一块两块 是时刻与餐厅的潜规则 有的时候人还没点菜 就已经有十几块 无法取消的支出了 但是根据食品安全法 第56条规定 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当按照要求 对餐具饮具进行消洗消毒 不得使用未经消洗消毒的 餐具饮具 也就是说 餐饮服务者有义务提供 餐具饮具 同时对此进行清洗和消毒 那么其实食品安全法 并未禁止商家收取餐具费 如该新闻中支付的一元钱 可能是使用费或者是消毒费 不太可能是餐具的所有权费 拿走与否需要与商家沟通 单位禁止 不代表能够巧设花名 让消费者承担营业成本 商家应该对消毒的 餐具收费提前告知 提供收费餐具和免费餐具 两种选择 这样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都能够得到保障 话说 那你有被餐具费被刺吗